接著看到另外一位美女 她就是曾經參加過選秀節目 DD52的季心靈 她最近確診了新冠肺炎 那其實V仔之前是不是也有確診過 可以分享一下你的 當時確診的時候的狀態嗎 我一開始先發燒啦 後來就是咳嗽啊 然後就是最重要的是我最後 其實那個嗅覺不見了 我覺得還蠻痛苦的 這真的是非常痛苦 而且最近這一波又有新的疫情上來嗎 其實身旁又開始有很多人 可以聽到他們確診的一個聲音 沒錯 但是其實V仔的狀況 可能還算是比較輕一點 但是這位季心靈呢 她是吃了全餐喔 她除了常見的喉嚨痛之外 她發燒發燒到超過40度 哇那好痛苦喔 對更可怕的是 她還有血氧降低 心臟疼痛等等的狀況 她是花了好幾天才康復的 季心靈發出了幾張養病期間拍的照片 透露自己曾經燒到40.6度 直接被送到急診室 當時到急診掉點低 還做了一系列的檢查 原本被建議住院 但因為沒有病床 最後還是簽了自動離院書 回家繼續隔離 季心靈說 自己其實已經打過4劑疫苗了 但沒有想到確診還是這麼痛苦 更呼籲大家要保護好自己 真的不要確診 接著帶大家來關心到的是 最近中國大陸的疫情升溫 當地爆出了一個搶藥槽 那不僅是中國大陸爆出搶藥槽 就連香港也是被搶到一個步行 那就連我們台灣也傳出說 有人搶藥寄到大陸那邊去 那相信現在很多人到藥局裡面 是買不到普拿藤的 其實我最近到我們家附近的藥局 真的都是買不到 真的嗎 因為我最近沒有特別在走到藥局裡面去 但是我有聽到身旁的很多朋友 都開始在找藥 對 沒錯 因為我有一些朋友 他們可能是在大陸工作或怎麼樣 他就說他們最近 真的買不到藥 對 附置大陸買不到 台灣也買不到 而且還有藥師喊出說 如果你要買的話 一盒是藥價1500元引發爭議 中國大陸疫情爆發 當地出現搶藥槽也延燒到台灣 導致國內普拿藤打缺貨 不過之前有報導指出 有藥師向民眾表示 有台上一口氣包走600盒普拿藤 如果民眾想買的話 必須花1500元才買得到 石藥署及藥師公會得知後 立刻向當時藥師求證 表示絕無此事 單純只是誤會 是記者查證不實 對此該報導的記者王興穎 拿出錄音檔反擊 並怒罵 到底是誰沒查證 瞬間打臉石藥署和藥師公會 當石藥師發現事情曝光 也直接不演了 改口說1500元只是話術 更嗆瞎 了不起我不做了 反正我要退休了 欸欸欸欸 這位藥師 你以為退休就沒事了嗎 裴師傅表示 此案涉及公平交易法 衛生局和消保官已經聯合 展開調查 若查或違法 將送公平交易委員會處理 藥師公會也證實 該藥師公然說謊 拒絕道歉還態度惡劣 不專手藥師倫理 將不輕放一定懲處 好 那這名藥師啊 其實他的態度非常囂張的 他原本是拒絕道歉 而且甚至還這樣說 了不起我就不做了嘛 態度真的是很惡劣這一種 對 不過呢 時隔一日 他現在態度是180度的大轉變了 今天早上發表道歉聲明 侯信藥師他在道歉聲明中指出 當時勿用誇張的行銷話術 告知消費者有台商 想包600盒的普拿藤 並且以高價購買 目的是為了表達 本藥局已經沒有庫存 即使是以10倍的價格 也沒辦法購買 原本是希望對方知難而退 並非要求該名消費者 以10倍的價格購買 關於個人用詞不當 造成表達與認知誤會 他是深感不安 並且再次向這位消費者致歉 他願意虛心接受 所有的批評指教 至少萬分的歉意 而這名鑰匙呢 以高價販售普拿藤的這個行為 現在鑰匙工會就表示了 這名鑰匙後來物價的試證 非常的明顯 而工會也已經決議將鑰匙送到公平交易委員會 進行懲處 最終很有可能會吊銷他的鑰匙執照 鑰匙工會今天上午已經緊急召開了常務會議 決議將證明鑰匙送到公平交易委員會 進行最嚴厲的懲處 並蒐集相關資料 最嚴重可能會廢除鑰匙執照 鑰匙工會也會要求地方工會持續對社區藥局的了解 杜絕類似的情況再次發生 大陸嚴厲封控三年之後呢 最近是鬆綁了邊境管制 不少大陸民眾都開始想著要出國了 但是指揮中心昨天就宣布了 將從明年的1月1日起 針對從中國大陸入境的旅客 全面進行唾液PCR篩檢 指揮中心28日宣布 國內將從2024年1月1日臨時起 至1月31日起為止 將實施中國航班乘客加強檢疫專案 針對中國四個直航航線入境 以及金馬小三通乘客 入境時必須在機場或是港口進行唾液PCR篩檢 在旁邊的旁邊的旁邊